所以今天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当你发现你忘记密码的时候 就不要再乱尝试了 例如说你今天已经尝试一两次错误的时候 就停止然后去重置你的密码 不要试了三四次 等到你的账号被锁住的时候 你还要再等个四五天 就会非常的麻烦 大家好大家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就是如果忘记你Apple ID的密码要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我真的发生过无数次了 就是密码真的太多组 然后现在Face ID跟Touch ID又那么好用 有的时候会太过依赖 然后就忘记自己的密码 然后我相信会点进来看的你 应该是因为你输入再多次都没有用 而且它也不让你重置吧 我们今天会来教大家最基础的Apple ID重置密码 还有要如何恢复你的账号 就是当你的账号被锁住的时候 要如何解开它 其实后面会还蛮复杂的 因为它要审核你的申请 然后你可能要等个三四天之类的 好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直接来进到我们iPhone上面 看一下如何重置你的密码 好那首先我们先进到设定里面 点击你的名字 那点到你的名字里面 这个就是Apple ID的画面 那上面出现的那个email 就是你的Apple ID 其实有些人如果可能忘记你Apple ID的话 它其实就是显示在这边 然后再来下面我们看到 第二个选项叫做密码与安全性 我们点进去 其实最上面这个呢 更改密码的地方 就是可以修改你Apple ID的密码 基本上它会要你输入你iPhone的密码 那iPhone密码跟Apple ID的密码是不一样的 那注意一下它设定密码的规则呢 就是至少一定要有八格字圆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大写字母 跟一个小写字母 还有一个数字喔 好那刚才讲的是 你今天账号没有被锁住的情况 就是你可以很顺利的去重置你的密码 那常常会发生一种状况呢 就是你在App Store想要下载App 时候它叫你输入Apple ID的密码 结果你忘记了 然后你就一直重复输入 直到你的账号被锁住 可能三四次错误它就会把你锁住 那被锁住之后要怎么办呢 其实就跟刚才的方式一模一样 就是你要进到设定里面的Apple ID 去重置密码 可是你会发现 你要求要重置密码之后 它不会立刻让你输入新的密码 而是要你等待它的通知 就是你的账号被锁住之后呢 你提出这个账号复原的申请 然后它会要你等两三天 它才会寄一封简讯过来 然后简讯收到之后呢 它会说你要再等个两天 你才会再收到另外一封email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 总共可能要花个四五天吧 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实际测试过 那也的确可以复原 就是可以重置你的密码 所以就只是要等比较长的时间而已 所以今天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当你发现你忘记密码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乱尝试了 例如说你今天已经尝试一两次错误的时候呢 就停止 然后去重置你的密码 不要试了三四次 等到你的账号被锁住的时候 你还要再等个四五天 就会非常的麻烦 而且呢 你的账号被锁住 它是不会告诉你的 因为有前几天在帮我妈还原账号的时候呢 它就发生了这样子鬼打枪的状况 就是今天它要下载款App 然后它要它输入FID的密码 然后不管我尝试再多次 可能我已经输入正确的密码 它也不让我登录 原因就是因为它锁住了 但是它又不告诉我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到账号还原的这个步骤 那要怎么申请呢 一样的就是进到设定 然后点你的名字 一样我们进到密码的部分 那密码这边 它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个重置密码的选项 你就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它会有两种方式让你去验证 一个是手机 一个是email 那这边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你可能要去搜一个验证嘛 然后把它填入到你的手机里面 那验证完毕之后 它就会告诉你说 它可能要审核个两三天 看你这个账号有没有问题 接着它才会来通知你 你可不可以复原你的账号 所以这中间 其实你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做 你就是只能等待 那我们提出申请之后呢 隔了两天它借了一封email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封email 它上面写说呢 你的账号会在两天之后准备好让你复原 也就是说这封email只是来确认一下你有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了 好那接着呢又隔了两天 它又借了另外一封email过来 这一次呢终于可以重置Apple ID了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网址 就是Apple.com 然后Recover 好那我们点进去这个网址之后呢 它就会要你输入你的Apple ID 后面它会进行电话号码的验证 就是要你收一个简讯码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设置新的密码了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还回顾一下整个时间轴 就是我在8月3号的晚上呢提出了这个申请 然后到8月5号也是隔了两天之后呢 它寄了第一封email过来 然后它跟我通知说呢 我可以在8月6号的晚上重置我的账号 也就是说在8月6号我的第二封信 我才能真正的重置我的密码 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简单 只是它让你等个两三天 可能就是要确认你不是要到别人账号之类的 所以整个账号还原的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咯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一起讨论 因为现在FaceID跟TouchID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自己AppleID哦 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啦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想要看什么其他教训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另外呢也欢迎分享这部影片 给你周遭容易忘记密码的朋友哦 那平常呢我还会PO一些比较生活话的内容 在Instagram所以欢迎去追踪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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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